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 謝謝 非常高興能夠來跟各位老師學習 然後在我接到主辦單位說 我在現在有六十五分鐘之內 要講數位轉型的時候我就直接放棄了 因為這差不多大概三天seminar左右 大概可以講一個大概吧 所以我想今天我想要分享的 其實不是數位轉型這個concept本身 而是說數位轉型的這個概念 我怎麼樣把它用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的day job 就是當中文員碼上面 那我在演講的時候通常不會 預先說我要將什麼 而是concept本身來決定 那這個是數位轉型的一個好處 就是所謂的crowdsourcing crowdsourcing 的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人正在發展賣款 像現在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用掃QRQ的方法 或者是看一個網 Genslidle的方法輸入01101的方法 不管是掃QRQ 還是輸入這個代碼 大概都會到一個匿名的可以發言的這個網址 那這個呢在我們行政院裡面呢 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當我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 長官跟署官都在場的時候 就算署官有很好的意見 大概都是不會發言的會傳紙條 或者放個line給長官 但是長官因為網正跟文 就是有一些意見的這個不一致啊等等 所以這個可能也沒有看到署官的這個留言啊 然後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可能要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會議才能夠發現 那所以到後來我在開跨部會協調會的時候 都會直接開這個slide 那這個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是匿名的 所以所有人都要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長官發的還是數官發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可以按讚 你如果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想來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多的越會附到上面 所以即使在場有這個可能一百位朋友 那我也可以知道說 這邊有五位朋友 十位朋友 十五位朋友的關係某一個主題 這樣我就比較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還有因為各位都是老師們嘛 那所以這也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的大學生啊 就是如果你握手他的手機 或者不讓他上網 他大概過二十分鐘手就開始到了 然後會有近段的這個症狀啊 就是他一定要找到一個什麼東西 按個讚才很開心啊 那你很難跟就是他的手機想注意力 那所以我在大學上課的時候 通常第一時間 就把他們的手機 就像現在各位的手機一樣 都趨斷承收過來 意思就是說 他們也還是可以看得到一個可以按讚的界面嘛 還是可以留言嘛 還是可以發文嘛 跟他們習慣的時候 社群媒體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他的output 會回到這個地方來 而不是說 就變成讓他自己灌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面 所以這也是書的手機的兩個重點 就是說他可以把大家平常分散的注意力 透過一些我們叫做 ambient computing 這樣一個方法 把它變成大家共享的一個注意力的地方 所以這個在教室太教法上面也是很好用的 就是如果就是你不想要禁止學生使用手機的話呢 這也是另外一個方法 而且還可以有一些臨時動議 好像說 有一位朋友馬上就問說 這是不是像Google表單一樣是免費的 沒錯它是免費的 所以任何時候各位都可以在教學裡面直接來運用它 那我這樣子highline一個回答一個 我就會把它再關掉這樣子 好 那所以大家就想一想到底你想要聽什麼 好 那有另外一個朋友說 真的很高興可以聽到政委員來分享 我也很高興 那關於政委員這個工作 因為政委員不像公演局啊 是有出入歸程的 其實我們在行政委員組織法裡面 沒有人規定政委員要幹嘛 也沒有人規定政委員的編制是什麼 我們就是院長的幕僚 每一個政委可以決定自己的辦公室怎麼組織 所以我就先花個五分鐘跟大家講一下 我辦公室到底什麼回事啊 那這是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辦公室 這是其實離這邊不遠 這是我辦公室 那個人安路三段99號 本來是空總 然後應該是他的這個 空總的情報集點部吧 那所以跟資訊可能有一點不關心 但不論如何呢 公總後來就是空軍不用這一塊地了嘛 所以後來就變成APP園區 那APP園區又經過一些因緣機會 但是同一組人 但是靠到中期出去喔 然後也在做這樣子的輔導的計畫 那這個地方叫社會創新新的中心 那我在這邊辦公室 是因為這個地方一開始 它完全是一片廢墟 地下室還在淹水 那時候怎麼樣讓人願意建築到這個 實在比起其他的加速器 都或者預神器都很糟糕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唯一的敗點就是 每個禮拜三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我都在那邊是我的office hour 所以我等於就是mentor的角色啦 任何團隊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每次聊天就可以聊個四十分鐘 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我們對話的紀錄要上網公開 那所以這個呢就是還蠻attractive 所以就開始比較多團隊 願意來使用這個空間 當然我們有另外一位大廚叫石達魯 他是非常擅長分子料理 那所以在那邊呢就是每天都開到半夜十一點 都有好吃的東西可以吃 這個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基本上就是有這個continuous attention 就會有很多人過來 那所以我在工作的時候呢 我的做法其實是 現在聯合國有一個很夯的講法 叫做colonalf 就是協作式共同治理 SDG16 那這個協作式共同治理 這個講得非常非常選 但是其實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example 好比像說大概一年多之前 有一群media learn的朋友 那他就跑來 然後就拿了一堆這種 他說叫自駕車 我看起來也不太像自駕車 總之就是這些三輪車 然後他說這個三輪車 目前還來測試 常常會裝到東西 那問一下政委 要不要上來騎騎看 我說這個 開玩笑嗎 那他說沒有這個還慢 三輪車我們同樣說跑得快 但是他跑得很慢 他裝到東西裝到人都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就是比一個人跑步還要慢 那我就說那這種三輪車 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他到底的 ecosystem是什麼 他不是說我完全不知道 我們就是把這個當作 好像就是小玩具一樣 因為MediaLab大家知道 是說scratch 就是他們就是跟Lego一樣 就是有一些零件 然後讓大家組成起來玩 玩出什麼樣子 他們一點概念都沒有 所以呢 他們就把車子放在這邊 然後他是open source open power open data 所以意思就是大家隨便改 那改的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就房子 然後呢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 就剛好在經過花式的隔壁 所以呢 因為他就是開放的嘛 就是沒有設圍牆 沒有設門禁的這樣一個園區 所以呢 就有事沒事就會有人跑過來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剛開始放在那邊擺設 你們知道要幹嘛 那時候呢 就有一對這個老夫婦 他們從建國花式 剛提了一堆 看起來像是蘭花的 就是一些花廊 那就路過了我們這邊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 就問說 這個鄭瑋良 你跟這三台購物車 站在一起 幹什麼 然後我就說這個 好像不是購物車 他說這個就像超市的購物車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他們手上 放著很重的東西 所以看到什麼都像是購物車 那所以我就說 那不如你就放進去吧 說推車嘛 對不對 那就放進去 然後我就demo給他們看說 你知道放進去 他可以跟著你走 你只要告訴他你要到哪裡 他就可以自己去plan 但是呢 因為他的微翻一點 跟人的不太一樣 所以呢 他告訴他他家的地址 他就自己往兩個方向 跑了 這似乎不太對 那所以呢 他們就問說 這個到底可不可以改 他腦子可不可以改 我說可以 open source可以改 旁邊就北科大 就跟北科大學生開始改 所以他們就跟北科大 run了好像兩三次的 Mobility Hackathon 那就是透過社會 對這個的期待 好比像說 剛剛那位前輩們說 我們如果真的要變成 他在建國花式裡面 對我走 我一面買一面往裡面放 那放到快滿了 然後另外找一台來 然後我這個 買到可能經過浴室啊 因為手上都空的嘛 可以買很久 那都買完之後呢 他就坐到第一台上面 然後他們把它開車再回家 這個跟他本來要當做 transportation 純粹transportation的用處 就不一樣 所以他就必須要改程式 那改了之後 他再給feedback 再給feedback 所以這個過程裡 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你要讓畫室裡面的人 知道他是在跟誰走 他就不能只有一個眼睛 要有兩個 這兩個眼睛呢 就必須要能夠動 然後他們一定能夠 要看得懂人的表情 而且還要能夠發出一些 就是人能夠聽得懂他的 這個情緒是什麼 好比像說 這個他正在急著找他的主人啊 什麼之類 總之這個點叫做 co-domestication 就是 共同巡話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 我們就跟一般的 這個產創的方向 有一點點不一樣 產創常常是 tech-driven 就是你現在有一個code 不管是Hawai software 那他反過來 shave一個market market造成一個norm 然後呢 我們如果反規需要調適 再去調適 但社創呢 是先從norm開始 就是說我們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 大家問說對這個 無人車到底想要幹嘛 那有了norm之後呢 我們去創造一個market 然後有了market之後呢 回來告訴我們說 那這台車在這個地方 運行的時候 它的code要是什麼 好比像說這個 在台灣他們弄了一個 實際的測試之後 就發現說 大家覺得說 應該要先讓 就是長輩 然後呢 這個就有同樣路權 首先讓長輩 然後再讓 可能身心障礙的朋友 然後再讓 可能懷孕的婦女 然後最後再讓小孩 那但是他們告訴我說 在波斯頓是反過來的 在波斯頓一定要先讓小孩 長輩 不太有人理 那但是總結就是說 每一個文化 它的social norm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一開始 是從他們的code 進來我們的market 進來怎麼弄 那非常容易就造成 這個social divide 大家就會開始覺得說 這個被殖命啊 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 是透過像這種 大家玩樂糟的方法 一起去把這個none 強姓出來的話 那這樣子就可以inform 我們的這個 call sector partnership 所以也蠻應景的啊 就是我們 在上個禮拜嘛 才剛剛開始發那個 就是無人載具的 就是側0001號的那個車牌嘛 那我們的無人載具的 沙盒也跟外國不太一樣 外國是陸海公分離嘛 是陸海公合一 意思就是說 你做一些開一開 然後飛起來的東西啊 在水裡 然後上路的東西啊 其實交通部員 完全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是因為主持人 是經濟部吧 所以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 大家只要把概念送過來 那技術處 確保它說 能夠創造社會價值 那我們就一起用 一年的時間去找出 這樣子的無人車 到底是在公車專用到好 還是變成無人穿好 還是是 做無人機的運步 好等等等等 所以大概這個概念 就是social norm first 的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 就是社窗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所以我在 就是工作的時候 大概就是靠大家跟我 這樣子 就是一次一次的 協作 那我們一起去把大家 雖然可能有不同的 center 有不同的立場 把共同的價值找出來 所以我當政委成本 目前一共 跟4640個人 在1045場會議裡面 講了223539句話 然後這個不是院裡面那種會議紀錄 而是這個真正的就是主子的紀錄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不管是跟台鐵談 寵物友善車廂 這個也是公民的提案啊 或者說我們的總統被 給客送的委員會啊 等等的 這些東西 我一開始都會跟所有人說 謝謝大家 這個我也剛剛發現 我今天要代理主席 因為本來應該是 陳副院長當主席啊 那但是只要是 我是當主席了 那對不起啦 就是大家的發言 都會被記錄下來 那記錄下來之後 我們是某昨天之後 就都公開給大家看 那所以這裡面 當然這個Betty是明年的承辦嘛 他就有很多想法 陳副院大師有很多想法 范雲有很多想法 也是大師 有很多想法 這個 黃明月老師有很多想法 等等等等 那但是這些想法呢 就不會變成好像主席 一個人去忠整大家 然後吸收所有人的credit 然後如果出了事情 再回過頭來這個 說Betty沒有做好啊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 每一個有這個好的想法的人 他都可以獲得 due credit 那這個風險反而是由我來承辦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確保守每次Innovation 可以讓其他的player Stand on Stateholder 可以這樣子 就是結束下去 所以以上大概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簡短的 大概十分鐘 來介紹一下說 說書裡講一些 我怎麼樣用在我的日常工作裡面啊 接下來就按照就是有 就是承諾大家的 我就用大家的投票接掛來 能做得很認真 那當然有 所有的臨時動力 最新的問題都會跑到底下 所以好像這是一個 事實性的問題 就是Speech的內容 什麼時候還可取得的 確實你只要Google Saint 那馬上就可以看到我 全部的Speech 而且這些其實都是結果化資料 如果你是做NLP 做這個自然語言分析 做我們有一位朋友 用這個去做新聞稿 怎麼樣變成在PTT上 會被推爆的項名語言的 這個Mission Translation Model 就是說這個只要發出新聞稿 他要把他 把下一行標題 讓你在PTT上面被推爆 那我們知道LSTM Translation是by way 所以理論上 他也可以拿一個PTT項名的這個廢文啊 直接換成新聞稿 官化的個式 不過我們不知道 怎麼要拿去做什麼用 所以這個方向還就是沒有在使用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你說NLP的話 這些都是拋棄著作權 因為各位都付過稅金了嘛 所以就是很歡迎直接當作原料來使用 好 那 那 然後這個系統產生記錄 它基本上是一個我們自己 跟這個 就是在院裡 因為我是成為自然廠商嘛 所以我一進來之後 就自己進來我們的系統 叫做Standstorm 那如果各位這個有GOV.TW帳號 不管是地方還是中央 在EY.P.DIS P.DIS中辦公室.TW 都可以直接來使用這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就包含了 就是我的辦公室的每一位成員 好不像我現在雖然不在社窗中心裡面 我也可以看到說 所有的我的同仁們在做什麼 好不像說 今天他們終於把那個一站式登山服務網上線了 大家都很高興 那我們下個禮拜要做什麼 上個禮拜要做什麼 都可以非常清楚的 在這邊一幕了然 而且我也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說 就是那些同仁在線上 那些同仁不在線上等等 那說這種共享的看板 剛剛講到共享的竹子寶之外 其實我們只要看這個標題 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大家最常用的都不是這些東西 而是說 好不像說 我們因為每個部會可以派一個人來我們辦公室嘛 所以好不像說 國發會的這個宜君 他當選了模範公務員 所以大家就要吃個壽司啊 幫他慶祝啊等等 所以其實在上面最popular的系統 其實是點便當的系統 所以 你可以看到有樸實懷骨 吃上便當 當選模範公務員就是要吃壽司 然後我們把行政院附近 就是所有八十塊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大概都拍了照 然後呢 那這套系統其實不是 廠商寫的 就是一個稍微微一點JavaScript的公務員寫的 那他寫了之後呢 這叫 Citizen Developer 就是誰都可以自己來貢獻 那但是因為他的底下的這套系統 是我們行政院這個自然處啊 基伏啊等等 花了六個月去打 Open Source 就是Open Source的方法去打 打了之後他們發了三個CVE 以上數三個漏洞 之後說 一直是他看過最安全的一套系統 所以在上面 不管開發什麼系統 公币啊 試算表啊等等 大家用Google 用Dropbox 用什麼常用的系統 在上面都有Equivalent 而且是絕對沒有自然 也沒有這個什麼雲端機放 放哪個資料 外接等等的問題呢 大家可以看到說 他會直接帶進我的名字 而且會記得我上次的 或者是下去看啊 所以我們就說 這種非常Practical Innovation Citizen Development 就是讓我們在公路門裡面 任何時候我們才發現 我們開始在做 重複的榮餘的工作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套系統 來幫忙做記錄 那所以我們目前呢 是跟那個AI Labs 就是杜一堅老師那邊 有做就是中文的聲音專文字的那一部分 那他的那一個Chrome Source的APP 就是叫做 雅廷輸入發雅廷出自告嘛 其實就是我們辦公室的速度式的名字 那這位速度師 當然他大字速度大概一分鐘 三百五十個字 所以我現在講的這個 我現在講話的速度大概三百字而已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不管講再快 你講完他就打好了 那所以我們有兩位這樣子的紀錄員 那當然他們也只是 我們知道是這個人機協作嘛 所以他們也是AI的Trainer 那所以他們做這樣子越多就是Corpus出來 那就是AI Labs那邊的那個辨識系統 就越準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透過人機協作的方式來做到的 好 那我們就有四位朋友們說是第一個 非常恭喜這四位朋友 這四位朋友都是第一個 那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啊 要如何導入數位轉型 其實我們在做數位轉型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就是WF叫做Experience Design 但是如果在場有社工相關的朋友 其實就是植物流程在設計 叫做執載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那執載的工作呢 我舉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一年一度的年度大外觀 從我們黑客宋非常有講過 從我們黑客宋是 就是每年大概有一百多個朋友 都會Cross Sectors來提出 就是對社會有幫助 對環境有幫助 對決定有幫助的一些提案 大概沒有什麼business model 可能只有五分之一有business model 那但是呢 無論如何如何做出來會很棒 那所以呢 他們做的方法 然後去年我們五個主業團類之一 叫做搶救水寶 包括Water Savior 他們在做的就是 去看這個實際他們自來水公司的這些維修員 那這些維修員 我們知道他們每天全世界單一公司 最長的水管 而且裡面有很多是塑膠碗 那台灣又有這個缺水的一些挑戰 那所以他們就被要求說 一定要趕快就是把缺水的地方都修好 那他們本來做法就是說 每天帶這種像竹聽器的東西 去聽可能漏水的地方 但一整天聽下來通常都沒有漏水 那基本上他是一個專業人員 所以一整天聽下來沒有漏水 其實是有一點讓他在做 就是不像是專業人員做的事情 他的專業是發揮在 他聽到有漏水的時候 要怎麼解決漏水 那個才是Creative Key 而且這也讓他們在 趙慕年輕人上面 碰到一定程度的挑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是問這個大家說 那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也有可能說現在在和平常基隆 他們平均從一個地方漏水到他被聽到 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能不能夠有效的去縮短他 那大家就開始brainstorm 開始起思光益 那所以果然後來在基隆那邊 他們就跟政大的一些研究生啊 行政院的咨詢處的一個朋友啊 資色會啊 HTC啊等等 他們就一起做出一個 Chatbot 一個LINE上面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那每次師傅只要一起買 那個他的機器學徒 就會告訴師傅說 誒這三個地方最可能漏水 信心之處多少多少 那他實際去你看 那他一天聽三個地方 至少有大概一兩個地方 一定是真的有漏水的 而且為什麼前面那個地方沒有漏水 他也可以回過頭來 train這個機器學徒 那雙方就互相這個教學槍長 越來越穩 那在他們三個月的時間裡面 其實我們會把每一隊都做成cross sectoral 就是裡面一定都有 私部門社會部門跟公部門的朋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們就可以激動這個小區 誒真的把兩個月縮短到兩天 但是呢其實還有很多這樣子的創新 到這一項就結束了 因為你要把它scale到全台灣 其實是有非常多capital investment要做 那台灣自在學公司 也不一定覺得 這是最好的做法 而且呢重點是說 他可能有一些 可能這個 就是跨部會的協調要做了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我們黑客聰 之所以有很多大外掛 就是說他每次領獎的時候 他沒有獎金 因為公務員嘛 不能給公務員獎金喔 我們是給一個獎盃 這個獎盃看起來就像 聯合友去發展目標 滴滴有像的樣子 不過底下有一個小的投影機 那這個投影機只要一打開 他就會投影出這個 這個 我們蔡英雄老師 這個 就頒獎給他們的畫面 那所以這個就是 在台灣叫做神主派嘛 就是我們只要 就是如果他的處長說 我們沒有經費 你只要把那個 蔡總統投影出來 處長就會說 喔我們可以寫劫餘 那如果 如果他的這個次長說 這個好像是要個內政部協調啊 這個我會議拍得很慢 你只要把總統投影出來 他就說明天就去上內政部協調啊 所以意思就是 這個其實是真正的獎盃的意義 就是說總統承諾 去年的這五對 我們在接下來十二個月之內 都把大家三個月所做的 小規模的開了 變成全國範圍的一些東西 那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個政治承諾 這個才是真正的獎品啊 明明有什麼別的獎金什麼的 那所以去年的五個 包含這個我的三個月 其實今年都在全國範圍 已經做事做了 包含大家可能有聽過的就是 當時在那個離島 他們要肥炎直升機到本島去 進行醫療救護 但是因為晚上要下雨 所以直升機出了一些狀況 那他們 後來就用了一個叫做 離島部無限支援的 這樣子一個團隊 去做Teleconference Telemedicine 那在這裡面他要修一個法律 就是讓那個儀式法裡面 讓在地的護士能夠在本島的儀式 看著的情況下 進行醫療工作 那他要修大概六個細則 或者辦法 然後還要非常非常多的budget 那但是因為他們得了這個獎盃 所以就 反正top down 那反正現在就做完了 那現在不只是在離島 在原鄉 在很多地方 都直接roll out 這樣子一套系統 那所以他們就 這個非常受到振奮 那所以 今年就是同一個衛服部 原辦任馬 又提來 然後又贏了 那所以這個內政部 就很不服氣 覺得明年一定要拿回 很多這個獎盃 但無論如何 這個point 是說 我們現在在導入社會轉型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top down的去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train一些 去讀scada data 去讀這個流量 去讀水壓什麼東西 我們是先去問這些師傅們說 他的工作裡面有哪些 他覺得有發揮他的智慧 人生智慧 人工智慧 人生智慧 哪些地方 他覺得他只是工人智慧 就是工具人這樣子的狀態 那他的工具人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用人形工具 去把它automate 掉 但是這些 永遠是建立在說 那他的人生智慧 可以更好的傳承下去 更好去到這個tuner creative worker 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從這樣子開始的創新 就像剛剛所說的 是現在的social norm 才開始創新的社會創新 所以這一次就是 我們這樣子組成 data collaborative 在去年那五隊 那包含這個 大家也可能提過 就是空氣盒子嘛 那個團隊 那今年他們也都提了 非常非常多有創意的題目 空氣盒子那個 就是非常隱隱實實的 做了一個水盒子 就是直接用NBIOT 埋在任何灌溉的區域裡面 他就可以report最常見的 三種污染的物質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裝 任何人都可以買 然後基本上不太花 店裡那這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就是農人 能夠證明說 是那個工廠來的 那個工廠就要斷水斷電嘛 那然後那個工廠如果是說 其實不是我來的 是商油來的 那他也買一個啊 那是商油斷水斷電啊 那所以總之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做一個incentive design 去確保說每一個stayholder 都會有這個incentive去加入這個分散室的 類似像分散室帳本這樣子一個網路 而不是說完全要靠工部門 因為如果完全靠工部門的話 空氣盒子也不會2000多個點嘛 那這些水盒子 大概也很難去把它approach進去 唯有說在農地上面的農人 跟在農地上面覺得自己沒有污染的人 這兩方面都願意sponsor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才真的能夠 變成social fabric的部分 所以這是今年的前10場的這個團隊 那每一個概念其實各位有看到 就是說我們在政府審查的過程裡面 並不是夾在某個價值 好像經濟價值跟環境價值 或者是創新價值跟社會整理價值的中間 我們盡量不要就是跑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不是很好的位置 那就是可能兩邊有不同的部長 或不同的立法院的委員會 那專業的公務員就是在中間的省子嘛 就是承受全部的壓力外面都看不見 而且還要想把它不要斷掉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盡可能把它移到就是說 那我們只是提供一個連結一個空間 然後大家自己來想辦法 就是不同的立法找到的工夫價值 然後找出創新 那我們給的是什麼 是一個binding power 就是這個創新經過三個月 大家真的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給Poleditico 讓它非發生不可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說 這種社創的想法 哪些部分可以carry到產創來 那但是產創前面 必定也有各位在工作的時候 覺得自己比較沒有在返回創意 而比較是好像工具人一樣的這些部分 我各位的助理可能有這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說不定 也可以利用一些人工智慧 加一些群眾智慧 去把它進行應成如人資本化的工作 那有四位朋友問說 國家政策推行OpenABI有什麼好處啊 一般人懂的人並不多啊 然後如何擴散推行啊 其實OpenABI 這個我們最近 不是最近 事實上 它最好不要當掉 因為它兩個小時才上線 兩個小時前才上線 應該不會當掉 喔對好 叫hack.taiwan.gov.tw 那所謂的不安全行為 忘記一下https 這是不好的示範 好這樣是安全的 那在台灣登山申請的暫時服務網 就可以看到OpenAPI的一個體現 因為如果各位有爬山的興趣的話 可能知道在以前就是 國家公園 林物局 山屋 營地 自然光護區跟陸山 大概是五個不同的網站 那這五個不同的網站 有的要抽籤 有的不要 有的排隊 有的不要 有的要閃閃子 那這個是非常的麻煩 而且之前有做過一個一戰式的整合網 那那個整合網就是 讓你在上面說 你要爬哪個段落 然後告訴你說 你要想請哪三個地方 然後幫你開三個心事床 那你讓我去Google就好了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你就是開三個心事床 然後還是碰到一樣的麻煩 那所以同樣東西還是要填三次 我們知道如果和書辦公的話 我們在護震事務所跑三個櫃台 可能還會認識三個不同的朋友啊 可能還有些社會價值 但是在三個不同的網上要填一樣的資料 而且合適還不一樣的時候 就只有就是 嗯就是不太好聽的話 就會慢慢出現這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做公園影片的做法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院長說 向山執行 向山執行 那向山執行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以前的公共關係 還是接觸官司 那但是呢 每一個單位接觸的物料不一嘛 那所以難道我們就是 這五個網站每個都要 馬上他這個規則 改變就要通知人嗎 這個是NXM的這個溝通成本啊 絕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一站式的門面 其實他後面還是五個不同的網站 就把它看成五個不同的帶領機器人 就好像你可以到護震事務所 舉辦護照一樣 其實後面呢 是有一個公務人員 在幫你跑這個 拜送轉發嘛 跑到這個移民書去 不過現在我們用機器對機器了 已經不是有人在跑了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有很多不同的代辦嘛 那所以你現在如果要爬啊 我們還是不要雨傘好了 南無大傘的話 那就是你可以走 北一段送走二段 或者是中央尖山北一段 那他就直接去幫你照 南無山 吳南無新屋 像無聊等等的這些的名額 他有沒有滿所有之類 所以他後面還是五個系統 但他幫你去取的 這五個系統裡面 你一定會想要知道的資料 然後放在同一個 schedule 裡面 然後你自己決定 到底要什麼時候開始爬等等 那所以基本上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不用去得罪現有的系統程度上 因為我們在政府裡面得罪SI 是絕對沒有好處的 但是呢 但是我們可以讓非常多的新創團隊 像這個就是有hiking book啊 健行禮記啊 這些新創團隊 由他們來做前端 來做服務設計 來做流程設計 但是呢這些SI還是做後端 他們並沒有跑掉 那所以open API 就是告訴後面這些說 欸你們繼續做 但是呢你們要把所有用人 這個互動能夠做到的部分 那好比像說所有畫面上面 填寫查詢等等 都變成機器可以做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有些適合適合 我們在服務採購契約裡面 之前曾經說 如果你做一個這種明眼人 能夠用的網站 而沒有加三個冒號 變成盲人也可以用的網站的話 那這個常常就不專業 也可以DQ 如果你是資格的 要你的資格審查 就可以把它刷下去 那所以呢 我在剛進來的時候 2006年10月 我就請國方會幫我們 規劃一個給工程會頒布的 資訊服務採購契約 簡單來講就是說 電腦也是一種盲眼人 那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只有人類能夠用的一些功能 而沒有用API的方式 讓電腦可以使用的話 那這個常常也就不專業 就可以DQ它 那如果他說 我做OpenAPI可以啊 但是我要付你收三倍的錢 那這樣子他也不專業 不要DQ它 意思就是說他必須要 就像是在給盲人的服務一樣 那也必須要用JSON 用OpenAPI的方式 去給其他網站提供服務 那這個已經是 我們採購契約範備已經訂 也是我們數位服務準則 已經不是DATA了 所以現在任何這個機構 如果在開標案的時候 這個都是標配 所以任何時候 如果你不滿意它的前端的話 你不用連它的後端也換掉 就直接做一個大家覺得更好的前端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民眾用了這個 一定會有各種不滿意之處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郊山的啊 這個半高山的啊 真的高山的啊 這個休閒的啊 運動的啊 都有各種不同的用法 那所以呢 這個很多人就會說 那這個介面好像是只給少數族群使用啊 其實是多數族群呢 那覺得少數族群使用啊 那他就會說 那我覺得怎麼樣更好 那以前呢 我們就必須 他跟廠商是一個對立的 他必須要變成明年的專家 或者是他要來結案 但現在我們就說 你行你來啊 你平安都在這邊啊 你要不要自己做個APP 做個APP更好啊 所以從一定的程度上面來看 他的好處對機關來講 是他不再受這個採購周期的限制 你每一個廠商一旦做完之後 你下一個做前端的服務設計的廠商 還是可以進廠 那第二個 他不再受我們的這個accountability 以前都是問責啊 就責啊 什麼東西啊 但我們現在可以說 欸我給出了一個膠帶 這個膠帶就是說 我們後面的管線就這麼多 那你要怎麼樣做這個錢 你自己再搭一個嘛 反正我們無限大網 預備要錢 你就自己搭一個就捨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想重點並不是懂的人多不多 而是說我們每次看到這種 相善是盡相談是盡 或者是說有人暴雪人挺用的不舒服 那我們就說好你行你矮啊 那我們就open a 便的方法 協調他跟販擺廠商 是一個原來廠商在後端去做人證 他來做前端的一致性的這樣子一個關係 所以我想重點並不是讓一般人來了解 而是說讓一般人complaint的時候 我們不要說會炒的有湯汁 因為這個會炒有湯汁的話 我們預算馬上就要用完了 不是會炒的進出方來炒湯汁 從口部的炒變成 活步的炒呢 大家就自己做出自己想要的介面 反正可以非常非常多的切斷啊 對話機器人啊 VR啊什麼都可以啊 那後段使用NPI的方式來表示一致 所以大概希望有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那有三個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這個數位轉型當然在企業界是非常非常夯的 但是呢我們在公部門呢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確實有不一樣 大概有三個不一樣 第一個是說像暴雪人挺這種東西 它沒有得選 就是說你在一般四部門你服務設計沒有做好 數位轉型沒有做好 他就精品就上揚啊 你就去他的精神社買就好了 但是呢報稅你當然也可以換個國籍啊 但是成分蠻高的 所以對大部分的人而言 其實我們在做Design的時候 這個inclusivity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會變成是說 我們覺得最吵的那批朋友 那我們這個給他提示 但是呢 In another sense 就是我們去讓其他的朋友 變得比較難去使用這個服務 那舉例來講 我們最近在跟布工合作的時候 就碰到這樣子一個情況 因為布工呢 他們想要大家排隊 不要排那麼久 不要排那麼遠嘛 那所以在布工的工作裡面呢 他們就發現說 如果這個能夠用電子票捲 電子票證的話 那他就比較不需要去 浪費那麼多時間去排隊 但是呢 在布工案的一個特色呢 就是說 我們如果這個 實際去嘛 拜託我跟布工院長是這樣開會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我們知道機器人 然後聯合國不用五招 所以我頭一天到晚 這樣子去聯合國 的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就是去跟院長聊天 那所以呢 雖然他們知道他們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如果會去實際去問這些人的話 所有這些人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每一個人想到的解法 可能會造成其他人的不利益 所以我們的做法呢 其實是直接 把這些朋友們在一起排 18歲的朋友們覺得說 我應該NFC NHR都來 你就可以進場 但是呢 這個 80歲的朋友們呢 可能就不是這樣想的 80歲的朋友們認為說 他那個票捲 那張紙是非常有價值的 他能夠帶回去收藏 他能夠在參數上面 跟他的家人分享 等等等等 當然他也覺得排隊很累 那但是呢 為了這個派對是值得的 那所以呢 雙方這個面對面 才能夠解決這個方法 解決方法是什麼 很簡單啊 就大家都用感應QR Code 其實張貝都不滿 QR Code 一點都不困難 但是呢 你用QR Code入場之後呢 你拿那個QR Code 可以兌換一個 這個更精美的一個 類似收據一樣的東西 而這個收據 比本來的那個票還要漂亮 那這個張貝就覺得非常棒 非常沒有意見 就像你如果去便利商店 他也會給你一個感熱池 那個感熱池會褪色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感熱池上面的幽默啊 不是那種 黑黑灰灰的幽默 而是筋膜的話 突然間就遵覺不凡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的是說 對老人家們的這個 symbolic 非常有利 必須要保持 因為這是他來故宮的動機 但是呢 長輩也不想要排隊啊 所以其實雙方 並沒有真正的重點 而是說 你怎麼樣在設計的時候 不要不小心犧牲掉某些人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universal access 它的fairness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公部門執行的時候 因為理論上 公部門在執行的時候 是必須要就是 兼顧到universal access 所以說呢 我們就有非常多不同的需求 無障礙的需求 現在國家語言發言法通過了 所有國家語言的需求 那包含報稅軟體 是不是應該有所有的原住民族的語言啊 台文啊 就是客家話啊等等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都應該要有 但是我們的resource 有限 所以第二個 跟民間企業不一樣 就是說 民間企業會覺得說 欸這部分的使用 是只有這一點點 我就不要花resource去做 但是在公部門裡面 我們會必須變成是說 我們要找到這些low resource languages 怎麼樣子 有自己的一個語言社區 然後我們跟它是一個 他是夥伴 或是夥計的這樣子一個關係 然後我們還是可以去 有效的把我們的所有的 農業服務 變成就是多語言多文化 都能夠照顧到 那在這一點上面 像國家語言發展法 跟原住民族的這個幾個法案 那在通過的時候 其實都charge 我們必須要去支持 這些native的語言的 就是包含 TTS 就是語音合成 包含STTE 就是語音辨識 等等這些資料 但其實在國際上 有非常多 這種剛剛講到 拋棄著作財產權的 開放的資料過 所以像我們就跟 公司一樣 common voice去做合作 那在這個上面 其實你就選擇自己的語言 然後就可以聽到非常非常多的 包含我的主資料裡面的 因為我都把它貢獻出來嘛 那就是台灣各地的人 用他自己的就是腔調去念這些字 那念了這些字之後 就去train這個公用的 這個machine learning 這個model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 科技部的grand challenge 捐了非常非常多的 initial的那個 語料嘛 進入我們的這個系統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國際上面 care這個community 是非常非常大 我們只要是用跟大家 像compatible的license 我們就可以照顧到 少數族群的需求 所以universal 以及所謂的 就是你要 有點像是 proactive的去照顧到 少數族群的需求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也是 我覺得我們在工作上面 常常要就是提醒自己的 就是說 我們在做工部門 服務設計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有一種上限 像這個 蓋完一個橋啊 這個撿個菜啊 然後這件事情就做完了 這種事情 那但是像 其實在昨天院會上 這個院長也才剛提醒我們 說 就是 並不是蓋完一個 好像台六十一線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相反的台六十一 必須要變成一個 好像識別標誌 讓大家能夠了解到說 從西邊的濱海 這個鮮明的歷史啊 所有的這個 開路的 這個中間通道的各種 故事啊 等等等等 它可以變成一個 凝聚認同的一個方法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我們就算做 這樣子一個網站 像我們今天 把這個登山上線了 那我們會變成說 欸這個其實是 登山社區的一個 social object 大家可以繞著這個 來一起進行 創造 所以我想這個是三件事情 就是 universal access 特別叫 照顧少數人的需求 然後以及 國家是幫整個社會 跟經濟部門 建立一個 ecosystem 而不是說我們自己 跳進來玩 然後反而讓大家 沒得玩 所以這三個大概是 社會轉型的 主要的一些不同 有四位朋友們 表示說這個 政院沟通真的進步啊 使用slido 非常感謝 那個 因為我現在其實 雖然當政委 但是我剛剛說 自在廠商嘛 所以我還是一天到晚在寫程式 那雖然像slido 有這個QR code自動傳承功能啊 或者是說 實際上是他的中文翻譯啊 都還是我在弄 那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這個 對 包含我們剛剛sandstorm上面的 那個試算表 你其實也是我在維護 所以如果對這些技術 有什麼 這個想法 或者是覺得我們可以做得很好啊 所以是歡迎把我當廠商 不要當政委 OK 好 那有這個 就是所謂 我當公僕的公僕嗎 代表就是這個意思 那 有三位朋友們想知道說 請問政府 武力大學創新成員 能否建立具有 ANGEL 精神的 Bridge Fund Ecosystem 並且提供Info 讓情創團隊主動接洽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在 這大概兩個 兩個stage 啦 ANGEL 是一個嘛 然後 在 Series A 是一個 那 當然我們在ANGEL 的這部分 其實真的不絕啦 就是在行政院的一個叫做 創新基地 北中南各有一個啊 那 我們其實在這邊就有一個 ROLE MAP 就是有接有換 給前面換 然後 以及在什麼情況下要換啊 等等等等 這些部分 其實 這個圖是早就有的 我們就可以在 start up lab 去提供一些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那我們有哪些資源 但是我覺得有另外一個 也是同樣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社創這邊 在社創這邊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把行政院的三十八個部會 看成三十一個NPO 這三十一個NPO 每一個有自己的 就是經濟的文化的 內政的等等等等的年度使命 只要看市政報告就知道了 那大家都是要花錢來達成社會影響力 所以跟一般NPO也沒有什麼兩樣 那當然有一個是要賺錢啊 就是中央銀行 那除了中央銀行之外 其他都是要花錢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現在也在輔導 所有的相關的部會 只要他覺得 他自己找他的 已經認識的contractor 做的可能一塊錢 只有一塊錢的效益 但是呢 如果民間來做 說不定有更好的效益的時候呢 他就不要像以前 再去用組織型態去分了 因為我們知道以前 如果了解經濟部案子 大概真的是公司啦 內政部的話 可能是就是合作社人民團體嘛 那就是衛福部當然 超超220比較先進啊 但是以前都是NPO嘛 那然後等等等等 那但是在現在呢 我們就盡可能去relax這件事情 重點是他做的事情有沒有 跟這個部會的市政使命相重疊 那當然當你很跨這些 像文化部 其實非常非常 其實連個人都可以啊 這邊沒有夠個人啊 那但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他的合銷成本 對很多個人 或者跨組織的工作室 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因為合銷成本 所以他乾脆不用補助啦 他就乾脆用獎柱啦 他就乾脆用獎柱啦 獎柱雙方的合銷成本 就低嘛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先向性人民的一個態度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可以去declare說 其實我最後只是想要看到門路醫院的發展 我其實並不是非常care 你到底是什麼組織型態 那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就希望他把他自己的使命 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加以identify出來 然後呢 你隨時都可以打給這位 經銷介法 512645 去跟他就是進行這個 夥伴關係 而不是夥計關係的這個介紹 那所以我們這樣子 他就run了兩年多之後 其實現在也有一定的成果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地方 包含地方政府 能夠不會在地方的計畫 他到底目前正在focus 在哪一些的 就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上 像桃園是11、17跟7 因為他們要自己弄自己的VOR 在桃園的這個 這些社會潮新組織 到底正在focus什麼 然後以及他們的focus 又可以再往外連到 哪些不同的團體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一般不會被當作社會企業的 像文化大學 他也是一個社會創新組織 因為他後面是基金會 華岡文教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也是有在賣產品 對不對 你如果點文化大學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賣的產品 是按照教育部的收費標準 但是他也有一個學生的 一個創育的一個工方等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知道的angel 第一個他不一定是在你這個垂直的 就是既有的angel生態系裡面 他是在解決類似問題的朋友裡面 那很多csr資源 social investment資源 大概就是將來 第二個他也不一定要在台灣 透過這些就是 有些發展目標 比如說我才剛從非洲回來 阿迪斯拉爸爸 那他們就是跟一個做SDG3 就是非結合用AI去做檢測 那我們就直接去那邊跟AU 就是因為我們是在 那個就是非洲的聯合國總部嘛 那所以底下就做大概 可能三四十個不同的非洲 以及領進Francophone 各國的代表 那這些朋友們 就直接聽台灣在上面講說 我們研發出了一個用AI 可以一塊美金 就幫忙做非結合篩檢測的 這樣子一個服務 那這個比起WHO的標準 這個售價可能七塊到十塊美金啊 足足這個便宜了 就是他本來的什麼七分之一之類的 那所以那底下當然就過了非常非常多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他們後面都很有錢 World Bank系統 MF系統 這個Global的這種AID系統 其實現在也都 都正在找像這樣子的東西 只要能夠證明說 你一塊錢能夠拯救更多人 他就有非常非常多金給你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不一定是要用台灣 這些investment的這個protocol 然後而是說 我們先把我們解決問題 變成一個國際性的 那他當然可以說 我們在伊蘭已經實驗過了 在那裡已經實驗過了 他一定的心度跟效度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可以去這樣子巡迴 所以這樣子巡迴呢 Candidate 我們就是從這個社會創新組織 的database裡面去找 所以如果這個你的startup 或者是你輔導的學生的startup 有一點很明確 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會因為他的活動結構而改變的話 那也非常歡迎 到這個平台上面去做 那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大學創新創業 他要怎麼樣跟大學的其他的工作 像大學創業高校生跟USR 接軌的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因為USR我們也知道 這個在郭老師的領導之下 從接下來明年開始 每一個USR也開始要填 你到底跟那個目標 有什麼關係呢 那當然郭老師要求更高啊 必須要填他們的西向目標 有什麼關係啊 但是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他直接整合到這個地圖上面 其實用同一個有點強度 會實行為分類法的方式 那這個團結就可以很自然地 找到它的natural ally 那至於就是 到底有沒有必要填到 填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也是有它的就是 教學價值啊 我也不好說什麼 但是我如果至少填到17個 我覺得就是已經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能夠填到更細 表示說你更關懷世界 共通的一些體力 那這當然是非常好 那有兩位朋友們想知道說 現在數位轉身很好 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數位的人才 有沒有什麼其他可以替代的解決方案呢 其實我覺得數位的人才 這四個字是很neverless 就是很模糊不清的 那像WNF在說這個 The Future of Jobs的時候 它並不是說數位的人才 它是很明確的 好比像說 剛剛講的植物流程設計師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確的角色 那好比像說 還有資料分析師 資料同學家 當然這些電話也很明確的角色 所以我會建議說 其實一個組織不需要都去找 這樣子的人才 至少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我們就基本上了解到 因為我們辦公室才有一位 很厲害的一位這個開發者 又是PM又是Facilitator 剛剛被台積電挖叫做 我們了解到說 我們很難跟台積電競爭薪水了 那但是呢 我們至少可以反過來嘛 就是說 好比像說我們有一個朋友 剛加入就是這個 登山網的一個總設計師 他是本來在上海的Ideo 那Ideo我們知道 是設計界的蘋果嘛 那但是為什麼他會願意回來這邊工作 那當然並不是因為 行政院給的薪水比較高 沒有啦 而是說他就是有了小孩 那他希望這個 他的小孩的生活環境 是一個比較有這個 社會包容的一個環境 那他也覺得說 他以前在上海Ideo的時候 都是在幫已經非常有錢的人 賺更多的錢 他不一定對社會正義有什麼幫助 但是他來我們這邊的話 他設計的美麗的案子 感覺上對社會正義都有滿大的幫助 那所以他是靠這種個人的使命感 那當然也是因為他前面在Ideo 肯定有這些錢 我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辦法track的 可能不是靠著說 數位人才一定覺得就是這些人才 而是說 任何人他願意contribute一個數位的perspective 到你的團隊來 你不一定要去那一道現有的團隊 而是說 我們就是找一個 認同你的使命的朋友 他不一定要變成你的 employee 大概也不可能 我們跟這些朋友都是用 contractor 的方式在合作 那他不管是按照小事 或是按照專案案集費 但是你慢慢讓他知道說 你在做的 mission 對於創造的社會價值 公益價值等等 而且在他portfolio上漂亮的程度 這個可能不比Ideo差 那慢慢他就會開始覺得說 那我多花一點時間過來 所以我的朋友是說 現在數位人才是 我們叫Dishno No Man 他在哪裡工作其實都可以 我從2008年開始 我就是在哪裡工作都可以的一個狀況 因為那時候skype已經穩定了 所以我在哪裡工作都一樣 所以我在那裡工作都一樣 所以我在辛苦創業 但是我仍可以在任何地方 我也針對全世界都 但是到最後我還是都在台灣 而且常常在台南 或什麼的東西最好吃 那就是吃了才有靈感 所以這種時候我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不是很care我在哪裡 care的是我的市區 是不是跟大家還是稍微比較近一點 以及我是不是有這樣一個習慣 叫做working out of love 就是像剛剛那個看板一樣 讓大家都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 也不利於是跟朋友分享 或者正在做什麼 那有這樣子的條件的朋友 其實在網路上是很多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團隊不一定需要人拼他們 你可以說那我們就做一些 project based的東西 然後讓這些朋友們自己來 就是試試看你在做這個mission 跟他們mission要沒有重合之處 所以其實像這個登山網啊 或者故宮啊 或者我們在做的很多案子 完全就是一些經驗學生 自己來提的 我們班上是人不多 大概二十幾個人 但是我們每年都有三十個intern 那這三十個intern 就來自四面八方 那很多當然都是就是台灣學生 其實呢有的根本是在加拿大年數之類 反正因為我可以任何地方上班 都算上班嘛 他們當然也可以 所以他們就在加入 那加入之後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是自己去挑哪一個數位服務 他用起來不順手 覺得他卡了等等 然後呢我們做的 就是給他politico 把一定跑了 就是說確保那個成班 一定得來聽他說話了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那個成班也發現說 學生原來不是真的在罵人 他是帶著禮物來的 就是說你只要把他這個設計的 這個有點像拉皮一樣 就是告訴廠商 廠商也不需要花國外的錢 你也不需要付國外的真實成本 突然之間品種的掌聲就開始變多了 那所以這個過程就是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所有的年輕的朋友們 是可以幫忙設定方向 但是實際把它做好 當然也是就是長輩們 比較資深的朋友們的工作 所以像我們在2017年就是 第一次launch這個的時候 就是把所有二次機關 那三級機關508個各種不同的網站 每一個網站裡面看起來 可能會有就是比較爛調的部分 像當時的這個陳明堂正四 他可能不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這個就是 稍微把它壓扁了一點 那或者是說這邊他會需要橫向捲動 那所以等等的 有各種各樣子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30人分兩組 20人在找問題 那有10個人就直接開始改了 就說你這邊改這行 我們這邊改這行就好了 那我們揮成所有這些人之後 我們就一次給這個承辦 承辦就發現說 因為完全不需要額外的成本 這些學生都是帶著禮物來 那所以經過兩年之後 就再也沒有說 Safari 開的空拍不一樣 等等這些狀況 所以同樣的我這些所有人才 並不是我們的人才 那也很誠實講說 去年25個人裡面 也只有一個人最後 intern轉證變成了我們的employee 但是其他人都還是一個friendly network 所以每次在做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都還可以就是號召來 來就是揪團讓他們繼續去參加 所以這大概是一個可以替代解決方式 就是並不是比自己 retain所有人 而是有一個friendly network 在那邊 一樣按照共同的common purpose 去把大家就是 尤其翻出來 有一位朋友說很開心 那我也非常的開心 有一位朋友們 這個問題比較強 而且也沒有問號 請政委帶一位反映 整幅推動大學創業師 常遇到大學公務員 總問號特別是教育部的主席師 又問號不了解 科技機關法成傳合力 生技信仰條例的問題導致 創業師需要花費過多時間 跟學校混同 希望他不當的正式能路 快速以數字轉席系統 公告各主管機關 以及下行機關 並且需要要求主席同書 與人事管理單位立馬 配合更新教育部 到各大學的相關法規 謝謝 再加以反應 不過其實我們不管是在中央 去改任何的這個法規 其實在每一個執行 因為不只因為大學之主 也是因為每個地方 有他自己的地方的條例 我們的經驗都是要花 大概一整年才能夠 才能夠propagate 到就是實際第一線執行的單位 好比像說像高鐵的這個 高鐵執票的那個就是 副檢區才能夠這個合校 這個其實是在學領上 毫無意義的一件事情 因為尤其是當天來回的票 你既不能囤積 又不可能賺賣 那到底合校有什麼意義 但是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 就延續了很久 但是 旁邊我們終於修好了 這個現在有一個 ruling 你只要是當天來回的 裡面檢區免合校 它就直接撥檢 那這個下來 到各位能夠使用 大概就是一年的時間 因為每個地方的主機 每個地方的陣鋒 它必須要做一個 local interpretation 等於把我們寫好的這一套東西 去轉移到他們在地的那個系統裡面 而且有的時候 根本不是 regulation 的問題 是系統的問題 它的 code 已經寫在那邊 所以它還得叫廠商 來把 code 改起來啊等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常常就會大家要做兩套 就是已經懂得新的 就用新的合校了 也久的還在那邊吃飯檢區啊 那所以所有的工作量都增加了 所以它更沒有時間 去規劃這個新的流程 改造這個系統 所以當然一方面 我就是已經養成 比較耐心的一個習慣 就是說 Eventually啦 或是兩個月大家還是會 會跟上的 但是二方面是說 確實如果我們接下來 就是一次溝通 能夠有一個公開可查詢的地方的話 至少大家不會無所適從 那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 在社創的巡迴上面 我們確定這個系統 現在OK了 社創巡迴上面就是 我剛剛講到office armor 就是我每個禮拜三 大家都可以來找我 聊個四十分鐘 那但是其實這個 我這一套運行 大概兩年多前 開始運行啊 我就發現說 會來找我都是住在高天旁邊的 那所以它可能在高雄 那過來才九十幾分鐘 那其實對它沒有什麼時間成本 它可以當天來回 但是呢 住在內地 比方南投 就很困難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應該不是我等著大家來 而且應該我去大家那邊 所以我後來就要起一個習慣 就是我每個 每上週禮拜二 我就去 不管是我們青年委員提議 我們的部會提議 或者是按照SDG策展的提議 或者是就當地的朋友們 透過聯署的方式交團 我就很困難的去巡迴 各種高鐵站比較遠的朋友們 像這邊應該是在花蓮啊 那這個情況下 其實這個設計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 這些還是on the record 所以說 如果是沒有on the record的話 其實這些地方發展協會 或者是這些 當地的社創合作社的朋友們 如果一對一 又沒有on the record 其實每個都是提一些 只對他有利的案子啊 那但是在這種 這個radical transparency的情況 大家都得轉移 就變成地方創生的案子 對大家都有好處啊 所以這是第一個setting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透過寬屏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 做到寬屏級人權嘛 在玉山的山頂啊 在東沙的太平啊 都有10Mbps per second 沒有的話就我們的錯啦 但是應該都有了 98%都有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透過寬屏的方式 見面三分請的 透過1080P 可能也有個兩分請的 去連到這個 我們不同的 social innovation lab 包含台北的 所以在地的朋友們 反映的問題 包含剛剛這個 講到的很多 和銷啊 財務啊 法規啊等等 這些問題即時的 在場的 不管是財政部付稅數啊 或者是主機總處啊 或等等 以前都是說你 好不容易先進到教育部 教育部說他要去問內政部 內政部說 要問這個國發會 要問他問主機總處 那每一次問的時候 就是大家實際的 當時講得很清楚的那個東西 就被壓縮 而且是 就是losing compression啊 會是真的壓縮啊 到最後 都壓縮成這個 就是一張A4 或是兩張PowerPoint 那這個 就是做出一個函事之後 文來文往之後 大家都覺得我們解決了問題 但其實本來問題 根本就沒有解決 那我們現在的過程就是說 因為這個 教育部就不能再說 我要會 我要給內政部 因為內政部的科長 就坐在他旁邊啊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 當場的brainstorm 出一個solution來 然後呢 才能夠讓在場的 這個朋友們滿意嘛 那但是呢 這個對公務員 也是有好處 因為他講解釋一遍 他解釋完一遍之後呢 就會自動被記錄在這個 行動行為座談的 這個關卡系統 好比像說 長照設備車 到底什麼情況下 可以沒有拍照稅 這種東西 特別應於攻擊 會不會加成5% 這裡面其實有非常多 跟創業家非常有關係的一些題目 那這些題目呢 每次有任何一個部會 回覆的時候呢 台政部會 台東市政府等等 他就會回去通知 當初問的這些朋友們 那這些朋友們呢 在這個回到時候 還可以第二輪 第三輪 他還可以說沒有幫助 等等等等 所以等於是說 大家就不需要 在一個一個打電話 每一個人都不知道 前面40個人問過一樣的問題 而是說 你就算只是用群文検索 用Google等等 你都可以直接跑來這裡 然後就知道說 這個是在什麼時候做出來的 什麼樣子的回覆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再拿著這個來信信給我 或者是來Office 或者等等 所以我從這樣子的方式 就發現說 其實一開始 大家都很抗拒這種 公開主資關卡 當初我們在眾議題 這個推出來監督服務的時候 就是讓大家知道 那稅錢的話 到哪裡去的時候 當時根本沒有 2004個中長城在這邊加入 當時根本只有16個 那為什麼呢 這才兩年前 為什麼呢 因為各部會的這個 總規啊 管靠的跟我說 以前只有監察院 跟國發會 可以管靠我們 當然可能如果它是科發 再加科技匯報 跟科技部 只有兩三個人 可以管靠我們 但是呢現在 你這樣子全部公開 不只有兩千三百萬人 都可以管靠我們 所以他們是絕對不敢的 所以我們當時在輸出這套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說 好沒關係 我們用政院管制 就是院各處管管的開始 那這樣大家總沒有話說吧 也不要浪費時間 也是浪費院處的時間嘛 但是呢 後來大家就發現說 這個其實非常有好處 因為常常照 其實大家都用KM十年計畫 現在第三年 美肌到底做了什麼 到底花了多少錢 KPI怎麼樣 非常非常多人有意見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每一個人的意見 其實跟別人的意見 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每一期 衛福部出來回一次說 我們這一集聽到了啊 大家覺得這個 符合其特質知識和蕭德有成 非常非常的麻煩啊 那所以我按照大家的建議 我們這一集就把蕭德計畫 做了什麼更改 他只需要回答一次 所有人都按照同一個朝連結 就可以去看到 所以 看題來講 雖然一開始比較累 但是最後 他是省了強犯人員的事件 所以當我們這樣子亂玩一年 而且也告訴大家 看我們都只有省時間啊 事實上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就是在上面吵架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到現在 就是所有的 只要不是國家機密的計畫 兩千多個 大概都在上面 去進行公開的關考 那如果大家對於 廟案有興趣 還有工程會 現在也把 不是只有絕標 而是照標的全部的文件 大家在做研究上 都是Rawday 他直接公開 給大家去進行分析 那這個在國際上 也都是少見的 我們這整個 Open Contract Partnership裡面 大概也只有希拉 做得比我們徹底 那希拉當然是因為 就是大家忘記了 就是之前有限債務的狀況 那台灣是很少數 自己非常主動的 來做這件事情的 那我這樣講 並不是說這些問題 magically 就解決了 而是說 每一個解決的人 他還是要服那個 first mover的成分 但是他可以幫後面 省掉比較多的成分 所以探體來講 大家可以稍微 比較好一點點 那我還有 還有十分鐘 還有十分鐘 那我們就 來 這個 正為一支 運用數位科技的力量 在突破台灣的國際空架 想請我分享 如果運用數位科技 讓我們重返聯合國 其實我覺得重點不是 台灣要怎麼樣重返聯合國 而是 民國要怎麼重返聯合國 而是聯合國要怎麼樣來台灣 我們在做的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 路線的這樣子一個思考 就是說 我們每年都會辦 非常多 這個有續發展相關的 一些題目的會議 那有續發展目標 其實是 一個 新的一個國際 下面一個 共同之力的一個架構 在以前 千辛年發展目標的時候 基本上是 國家說了算 就是聯合國會員 那如果你是一個國家裡面的少數 這個國家剛好覺得說 你的票沒有很多 那他的國家代表 他聯合國常代 完全可以 就不管你的這件事情 那在SDG形成的時候 有個概念叫major group 就是所有的地方 只要被氣候變錢 或要沒有地方住的人 他可以聯合起來 變成一個major group 那這個major group 那在上面 跟國家代表 就有平起平坐的 這樣子一個能力 那所以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 跟我們比較 友好的一些組織 就是好像說市臺會 那市臺會 那市臺會他 來見我的時候 就不斷的再三劃線 強調說 市臺會的全名叫做 世界舞台基金會 就是world stage 那他並不是 就是別的意思 那所以 那這個時候 聯合國常人黨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就是世界舞台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作為一個major group member 不管consultative 還是representative 他的發言權 就跟一個國家的部長 是一樣大的 並沒有更大 或更小的問題 所以聯合國本身的治理 正在從以前 純粹multilateral 變成一個 每一個sdg 是一個minilateral 就是跟這個東西 有利害有關的國家 跟multistakeholder 就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厲害關係人 或者叫做吃分者 那所以這兩個 加在一起 變成一個公關 code gov的一個模式 所以像我在日內 我當時 其實那之前 我有過很多次機器人 之後也有過很多次機器人 那一次有直播 所以就很不幸 這個記者 就發現這件事情 那當時為什麼 就是我在那邊 可以一直講 這個台灣怎麼做 數位結會中心啊 做這些東西 因為這就是 因為我喜歡 我們不要說聯繫嘛 公園化創新基礎建設 裡面的 Universal access to internet 那這部分 因為在sdg 裡面 2015年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簽字 包含PRC 都簽字說 要讓全世界都能夠完成 所以當我們在說 我們在貢獻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又能知這個事情 那任何人只要說 我們在搞什麼 politics 我們就會說 這是你當年 2015年自己 簽字通過的一個東西 所以後來他們看一看 沒有什麼用 所以就算了 那所以後來就算了 以後就沒有再開關這件事情 所以之後 不管我們是要 UNDP的人來台灣 或者是我自己去參加 像英文的sds 那就是Jeffrey Sacks 那條人 我就是S-Cup Havitant 等等這些 只要我 一開始就先 也必唱sdg 我先框定說 我是 Ditional Minister 那如果這個 你認可 民國台灣的話 就是可以 大協的Minister 如果你不認可 就消謝了 Minister 消謝的時候 就是一個傳道人 對不對 所以 我就是一個數位傳道人 那 不管大協還是消謝 那我的工作 就是確保大家都有 可靠的資料 能夠去跨部門 跨國際的合作 然後去做開關式創新 也就能去發展目標裡面 17.18 17.17 跟17.6 那我只要一開始這樣子講 其實在場 不管有多少PRC的 或者PRC的 就是 朋友們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說什麼 因為這個是叫做 Common Agenda 所以這套做法 大概到2030年以前 都是非常有效的 那所以我想 就是 我們現在的一個 Main Message 就是所謂的 Taiwan Can Help 那意思就不像以前 那是Taiwan Needs Help 是說 我們已經解決了 我們自己 在地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非常非常願意 我們每一個總統 北克頌的這一個team 都有能力去解決 一個非常specific 不管是你要這個 當然新來沒有農地工廠 但是他們有那個 Dairy Farm 就是乳牛的牧場 他的下游廠常常都說 是不是Ecolize 他們來的 那但是他們自己 又需要上游非常乾淨的水 所以我們農地工廠 其實有一點 就是Isomorphic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到我紐西蘭就很好買 那或者是像 巴拿馬Paper之後 這個完全用Machine Learning去分析 上市櫃公司 他的一些Behaviour 立刻就可以知道 他有沒有 需要考慮你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很厲害 因為總統分析課 送三個月 我們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這位朋友 這個team就說 我Printing下個月 會有一個大概多少 40人而已 這是什麼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就是最 called Problemability 他當我們決選的時候 那個就爆出來 還真的炸彈 那意思就是說 他完全只用純公開資料 就可以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那這個東西也是 全世界現在做的 Facial Ownership 的時候非常非常需要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 每一個都能夠講說 我們在解決幾天幾的時候 其實是聯合國非常需要我們 並不是我們非常需要聯合國 那這個東西 是一個Common Index 大概就是為什麼 後來我們社創新的方案 當然包含USR在內 大概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讓聯合國加入我們 而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去用Multilateral 那邊的形式 那邊是幾乎不可能 但是Mini-Lateral Multi-Statehold 這兩個狀態 是可以的 有三個門說 數位轉型與社會轉型 往往不知道 Endpoint 的威格 因為這是 Consourcing Endpoint 就像我們剛才做起來的時候 就不知道 我今天要講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我不可能知道 大家想要聽什麼 所以確實 就是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知道 Endpoint 掌聲量 但是政府補助 往往需要要求 明確的目標各有其考量 是不是有機制 可以取得平衡 這裡面當然有幾個 因為各位可能也都有 就是參與高校生存的討論 那所以像當時的 所謂三加二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這樣子來的 因為三加二已經超過 就是一個 一般的Planning Horizon 一般政府還能給一個 四年以上的一個 Planning的一個承諾 上次我們想要做八年的時候 立法院說不行 要四年兩期啊 就是千佔技術健身 但是五年如果 就是說 通常我們只能Promise 四年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做成Milestone 好比像說 你的錢一年或兩年 持續求分析 那以Design Thinking 就是去做Discover 那如果這個Discover出來不收典 那至少我們也不要浪費太多錢 因為信息規劃 那但是呢 如果這個東西有真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也許在一兩年去聚焦 到大家的一個就是 號碼可以 就是大家怎麼一起來解決問題 那接下來 你確定的發展方向 那再扎錢下去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中共的黑客搜 就是這樣子一個狀況 其實你看多個案子裡面 到最後真的有派了出來的 大概只有10個 但是 我們花三個月下去 也沒有花什麼錢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一個Sandbox的概念 所以好比像說 全台灣都還不知道 我們要拿E-Sooter怎麼辦 就是電動花板車嘛 那但是 好比像說 台大我們就可以說 那我們來當Sandbox 然後我們來這個跟Beam 什麼東西合作 大家用用花板車 看到你有沒有出事情 那所以這個時候 它的風險是 就是有限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它釋出一些 真的釋出一些窍門的話 表示它是符合民情的 所以它就可以繼續去擴散 那如果釋出一些 真的不太好的這個互動的話 那至少會很Innovation 大家都就是 它幫大家付學費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然後它的Endpoint 可能是Fail Loudly 就是它如果爛掉的話 需要把這個爛掉的數據 跟大家分析 那但如果它有做出來的話 很可能是再往這個 就是產創的這個方面去走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設創有點像是仙道 然後產創是Information 用Design Thinking 它就剛好是前後兩個大門 中間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機制本身 其實就是在有沒有一個 大家共同認同的價值 那至少永續 現在進去還是一個很棒的價值 因為並沒有人希望說 台灣也好 過我們的三代就都沒有 那這個當然 努力都白費了嘛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永續是我們的這個最少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東西 那扣著這個 那不管是社傳也好 創也好 其實在這上面 就可以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詢問這個 廖老師的一個問題說 對於創業失敗 背負巨債的經驗學子 本系統是不是可以提供解決之道 其實可以提供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讓它創業是花別人的錢 那這個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我們常常做 去做 Crowdfunding 其實現在 Crowdfunding 在台灣是一個非常非常 好的一個 opportunity 就是說 我們在 這個大家以前想到 Crowdfunding 都會想到一些 一些就是比較 設計感比較重的 比較詳細性啊 等等這些東西啊 那但是呢 其實現在 Crowdfunding 也用在 好比像說 去用知識打造 並有優勝社會啊 這個或者是 去做一些 順應四季的料理知識書啊 等等啊 所有這些比較像是 不禮貌鄉民團員 也在上面啊 對 那所以意思是說 大家以前對 Crowdfunding 都覺得是比較 Transactional 意思就是說 你敲到一筆錢 沒有出貨 信用破產 還要這個 可能要備債啊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訂閱式的 群眾物資的話 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按照 我並不是這個 郭苗小朋友的專注者 這裡並沒有什麼政治遺憾 但是 就是他們的那個 payback是很好的 就是說 就是每個月一百塊的話 那就是 完全只是純贊助 那但是三百塊的話 就可以開始做 Agenda Setting 就是說互聯合小朋友 到底要寫什麼 你是可以繼續討論的 那五百塊的話呢 就不只能夠做這些 而且還可以投票說 你的捐的錢 因為有些是廣告費 就是 那到底要廣告給哪些人 你要下哪些廣告 要付多少錢 這個呢 你也開始有投票權 那每個月如果有一千塊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不但有這個 你還可以有QA跟語氣評論 就是你覺得有什麼東西 需要他的寫手 來幫你分析一下 那你也可以出個題目 然後分析一下等等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這並不是傳統意義上面的群眾集資 它比較像是當年 我們在做合作社運動的時候 就是比較像是合作社 從準社員到社員的那樣子一個過程 那所以透過平台來 重新創造當年的合作團結的經濟 其實是現在的創業的時候 非常好用的一個辦法 因為 如果大家不願意訂閱師的支持 就表示你這個東西 沒有long lasting impact 或至少你沒有講出一個 有long lasting impact 的一個 story 那本來就不該transaction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真正解決很多朋友的問題的話 那這個能量是很高的 而且你就不需要管 倒不倒債的問題 因為你每個月有 十八萬三千塊五十四 你可以piver 可以周轉好幾次啊 那個余域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這個意思裡面 我們通常在輔導我們的社商團隊 通常不會讓他們用產品 回饋式的群眾物資 通常會要嘛是用 訂閱式的群眾物資 要嘛就是用股權式的群眾物資 尤其現在有STO 這個發的成本像D 你可以在區塊鏈上面直接發 那這個時候大家 如果不是你的股東 就是你的社員 如果是股東 你也可以賣投票權 如果他是社員 你也可以有一定的分紅機制 所以大概就是用合作團結經濟的方式 來進行第一通經的這個目擊 那這樣子 你不管去找ANGEL 去找Series A 後來都變得很容易 因為你可以是讓他取得 股權的多數 而不取得 控制權的多數 透過一股多數 透過黃金五 透過必鎖型公司 現在不用必鎖型啊 非公發就可以了 等等這些方式 你都可以讓你的這個Purpose 去控制這個決策權 透過一股十票 什麼之類的方法 但是呢大部分的收益 還是可以去給外面的這個投資人 所以等於股權公事權分調 那這個也是 2017年我們改為公司發之後 不但公司不一定要取得以盈利為目的 也可以開始用這種 就是比較彈性的股權設計 那大家就不需要覺得說 創業一定要就是賣房子 或者是一定要做什麼 就是非常大的犧牲 那這樣我們才可以用 像西湖那樣子的就是 我在西湖創業其實連續失敗三次 但是我的investor 每次都砸更多錢給我 因為我每次失敗都 很好實的交代 為什麼失敗 而且也open source出來 讓整個ecosystem 可以用我們的IP 也變得更好 那所以其實反而讓investor 更相信 而不是說 investor覺得說會賠錢 那我想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也是需要在台灣 慢慢的去把它引進 那已經這個 剩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剩負一分鐘嗎 就是請問如果一直 數一轉收益成績下去 的話最終的願景是什麼 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當時三年前我變成 Digital Minister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HR就是 人事部門 希望我寫一個job description 因為之前台灣沒有 書位證文嘛 書位證文有代碼 那我就說很簡單嗎 就這三項要去發展目標 那不過當時才2016年 台灣聽過有去發展目標 甚至會背到這個程度的人 大概十個人裡面 可能沒有一個 現在好一點呢 五個人裡面有一個 但是還是需要大家一起來促進 但是當時他們說這個 17天18時間 17天16 沒有人聽得懂 所以我一定要寫一些字 那當時我就寫了一首詩吧 那當作我的job description 所以我就 那給大家聽 當作這個願景 那就當作這個closure 那時候是這樣 就是我的job description 那當我們看看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陶峰振伟带来这么精细的演讲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副总招 冯展华校长